北欧简约设计 空间宽敞明亮 瑞典汽车品牌赤资超过五亿元 在士林打造新据点 整体装潢比照北欧原厂 服务更是不马虎 现在展间除了变大变美之外 在饮食服务也做了升级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甜点跟咖啡之外 这一次更吸手烧肉品牌 只要进到这个展间就有机会享用 可求是好比豪宅的预售屋 整片的书墙 坐下来边喝咖啡边阅读 还能远眺仰明山美景 针对儿童打造游乐室展间部分 除了人员介绍外 每辆车前方都配有大型平板 可以比较车辆细节 我们非常看好士林科技园区未来的发展 我们预估这里会有5.4兆的年产值 还有会创造4万个工作机会 看好士林的发展潜力 它不是第一家 德西豪车2017年决定扩大投资 豪杂超过91台币 新建商办大楼 目标打造为汽车城 现阶段在市区内 你要找到一个大坪数的 又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使用 确实难度相对比较高 所以迁移到一些外围的一个区块 一方面租金也比较好弹 那二方面来说的话 它可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近年来汽车展间软硬体服务 越来越多元 需要更大面积 然而要在台北找到大片土地 非常不容易 士林北投周边拥有主干道 加上租金相对便宜 陆续吸引多家车厂进驻 也形成新的汽车聚落 詹萱许志雄方向看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